穿這短裙露出小蠻腰 啦啦隊員進個熱舞替球員加油 第28屆亞錦賽晚間在台灣開打啦 投手裡面算是真的是經驗最老道 就這個球又找上了游擊手 但這一回游擊手就沒有擋住了 要回來2分了 走戰中華隊對上菲律賓可是毫不客氣 一舉下先值得點拿下2分 進了卻是蠻有危機 這一棒打得蠻遠的 第二局菲律賓敲出右外野兩分砲 把比數追平 這一棒安打的 不過關鍵第三局中華隊狂得分 先是敲出帶有2分打點的安打 把比數超前 這一棒打到了右半邊 右外野手危險啦 看到地主隊超強氣勢 菲律賓隊似乎緊張到不行 先是右外野手判斷閃失 讓二壘順利回到本壘得分 接著中華隊又連敲幾支安打 投手一個不穩突然爆頭拱手讓分 第三局中華隊多下5分 以7比2領先菲律賓 整體來講看起來是菲律賓的發揮比較好 這一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 打擊手感火燙 四局下來個拳雷打嗨翻 中華隊球迷隨後又再敲出2分砲 兩隊比分差距已經來到8分了 其實位置投得很開啦 這一方下去有可能比賽就要結束了 七局下這一季漂亮的中間方向 傳遠安打打回2分提前結束比賽 中華隊以12比2大勝菲律賓 首戰活力全開沒讓地主球迷失望 記者詹潮成李文科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